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索涛工作中很好说话 只要夸他帅和酷长他干啥都行 假的 黄索涛被工作人员踩到脚后说 可以把你小小的小鸭从我脚上拿开门架着 太尴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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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偶遇黄索涛问可以合照吗 黄索涛回答不可以 但是你可以偷拍 其实这句话我真的当时我不记得我是怎么说的 我应该说的是我不能拍合照 但是你要想拍的话你就拍吧 应该是这样 但是我夜空中里面不是说了这句话 是因为觉得挺有意思 因为大家都挺喜欢这个梗 所以我就放到剧里面了 黄索涛在采访完后 主动给工作人员说没事我走了 不是假的 黄索涛录完需要的视频后 第二天又给了一版新的说 我今天做了造型比较帅 黄索涛录完需要的视频后 第二天又给了一版新的说 假的 黄索涛全粉的点比起业务能力 更在于他本能的好笑 我只是在有业务能力的同时 让大家开开心心的 我就是我既有能力有实力 但是在这之上我还能让你们好笑 是代表你 黄索涛是娱乐圈最胆小 易受精的男人 肯定有比我更胆小更容易受精的男人 只是那人还不敢公布而已 不敢表现出来 黄索涛对自己总有一种密知自信 这不是对自己总有一种 而是我本来就有 因为我就是我的自信都是出于我都有的缘 所以我自信 你们愿意爬赶紧爬 因为就是在我去播完之后 你们想去哪去哪 但是我相信我的兴趣上你们又会回来看 这就是我的美丽限制